我听着那少年的声音 在海里回来的过去 我看着天气中的大帽子 起初是在我的故事 王心灵是什么样的宝藏女孩 身高不到一米六的她 有很强大的爆发力 而她的能量被谭维维看中 为此邀请她一起合作山海 这首歌与王心灵以往的风格有很大的不同 对此王心灵起初并不愿意 甚至几次喊着想要回家 但最终在谭维维的鼓励和帮助下 王心灵尝试接受改变 试着唱高音 试着说唱 在台联听视唱时 那音都被她征服 就连音乐导师都说 王心灵有这个能力 只是缺少一个改变风格的机会 得到认可的王心灵 压在心里的大石头终于放下 她沉迷训练 为的就是在二宫拿下第一 带着姐妹顺利晋级 有这个冲劲的王心灵 整天待在训练时 果然她的努力没有白费 据现场观众爆料 王心灵二宫舞台的山海 简直惊艳绝伦 网友纷纷表示 这是她见过最美的王心灵 就连宁静都忍不住直呼太绝 可以锁王心灵的另一项潜能 终于被发掘 那么看完你觉得 王心灵能撑到决赛吗 欢迎留言评论